哎 陈哥 哎 你们怎么样 我们把雨淇跟白露给抓了 漂亮 但是你们抓了两个女生 他们会成为我们的雷坠 翻车艺人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季李晨在节目中说女生是雷坠后 又一位明星因为言论被吐槽 果然明星的他房总是猝不及防 23日晚 女演员白露的一条道歉发文 突然登上热搜榜首 并且引发网友热议 白露发文表示 他对过网言论深感抱歉 给大家带来了不适 将会接受大家的批评 以后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 不再使用不恰当 不尊重的词语 不过对于白露的道歉 许多网友都表示不买账 他们还爆料白露在道歉前删帖 锁广场 发律师函等行为 结果只包不住火了才出来道歉 网友不接受道歉 甚至还有网友将白露直接列为了五大普男之一 看来网友是真的很反感白露曾经的言论 但也还有少数网友表示 还没弄清什么瓜就登上了热搜 那么白露曾经究竟说了什么话呢 还有白露主演的长岳晋明 为什么热度不断又被举报了 难道他真的要凉凉了 打着白露周生如故的同款虐恋剧情 罗云熙在香蜜里翩翩公子的形象 和陈都灵 等为俊男靓女的幌子 其实 长岳晋明这部剧是为播鲜火 早在播出前 各大主演和电视剧官方就已经开始大肆营销 可播出后这部剧的反响 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就是男女主的装造和滤镜上 就已经让观众无力吐槽 让人看见了人间真实 男主罗云熙不仅头套没有沾好 还带着全剧组的演员卡粉 感觉墙皮都要被扣下来了 白露的皮肤同样一言难尽 除了卡粉严重 黑头 毛孔和死皮也是一览无余 其次 罗云熙的模样大变也成了该剧的一大槽点 当观众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小鱼仙观时 她竟然受脱向了 而且是受到可怕的那种尖嘴猴腮 看起来都营养不良了 在长岳晋明原著中 女主角黎苏苏可是号称天下第一美女 可现实是白露在剧里被女二陈都灵秒到连渣都不剩 可以看出 为了烘托出白露的美 在造型上给她加了很多配饰 衣服的风格也有很多种 但奈何白露穿在身上 只让人看到了廉价感和一身吐气 年近三十的白露 毫无少女感 演起戏来 眉头紧簇 眼窝凹陷 许多观众都表示 白露眼啥都带着中二的气息 但映入观众眼帘的只有一脸苦笑 明明白露才是女一号 可女二陈都灵的风头一度要盖过她 要说这部剧播出过半后 谁的迎面最大 那一定是天天登上热搜的陈都灵 甚至此前岌岌无名的孙真妮 也在该剧小伙了一把 许多观众表示 配角都比白露还要好看 同样都是穿抑郁风格的衣服 古丽娜扎随便一穿 扮相就比白露还要好看 而且还是路透的镜头下 哈尼克兹的扮相也比较绝 颇有敦煌美人的风范 而到了白露这里 浑身上下亮晶晶的配饰 像是从两元殿桃的 全靠滤镜烘托美女的氛围 看起来毫无美感 剧中白露这一段 舞跳的也是 让观众叹为观止 摇头晃脑 扭胯 摇花手诸如此类的动作 完全就是现代舞 咧嘴的时候 一口大白烤瓷牙 十分跳戏 与古典美女为何感满满 实在让人无法将她与爵士美女联系在一起 都是掩天下第一美女 有的惊艳观众 有的不需要过多的装饰 都能让观众心服口服 而白露直接劝退了许多观众 最搞笑的是 此前白露就和杨子 赵露丝 于书欣 被列为内余四大仆女 如今又演爵士美女 未免也太自信了 放在整个娱乐圈 白露的长相 是在算不上出众 在如此一波三折 命运多船的情况下 不出意外 长月晋明 的确惹恼了观众 不过压倒观众最后一根稻草的是 她的剧情 前期大四营销这部剧有多厉害 结果不仅演员出岔子 后期剪辑也太不细心了 剧中竟然有着大量穿帮镜头 还有观众发现 这部剧里 印度蜂窝蜂极其明显 宣传图是敦煌蜂 结果一到剧里 就成了印度蜂 灯笼也是仿照日式的 建筑上面还出现千鸟破风装饰 此前就曾有多部剧 因为窝蜂严重 被官方点名批评 长月晋明 非但不惜取教训 还在玩火 这不是自己做死的节奏吗 该剧播出过半了 但差评却是一片 从装造 穿帮上升到剧情 全是吐槽声 甚至还有网友指出 长月晋明 抄袭仙剑三的 可以说这部剧是不胡也难 该剧设计了穿越 仙霞的题材 但是剧中却有鼓吹叛国 然后强行洗白诸如此类的剧情 这种可耻的行为 让观众一忍再忍之下 终于爆发了 于是许多观众通过邮箱 邮件等举报途径 以三观不正 带坏小孩子等理由 将该剧直接给举报了 并且要求下架这部剧 一部剧竟然漏洞百出 也难怪直接被观众弃剧 还举报了 走到今天 也怪不了别人 最后 就必须说到 女主角白露 被群起而公知的那些言论了 许多网友八出 白露在早期 有着许多精神男人的言论 经常将我是男人挂在嘴边 作为一个女性 她在许多场合下 都曾说过排斥很娘的东西 还有讨厌 演比较娘的角色 不过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有网友八出 白露曾将女性角色 比作小母狗 这可让许多网友按捺不住了 而小母狗这一词 并不能纯纯算作一个褒译词 也是有贬低女人 带有恶意和嘲笑的意思 许多网友一致认为 白露一个女演员 还是公众人物 不仅认为自己是男的 还用母狗形容女性角色 简直就是在贬低女性 网友也索性直接称呼她为白先生 而且李晨 陈玉琦等人 因为言论被网友骂后 火速发文道歉 可白露却是仗着公司和老板余政 团队一连几天在公共媒体平台删帖 发律师函等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还有许多网友 翻看了白露的短视频账号 发现全是清浴色的凹造型 跳女团舞的视频 网友们也丝毫不惯着她 一连几天都有许多网友吐槽她 一边吃红利 一边厌女 做人太两面派 老板余政 眼见事件发酵得严重 更是亲自赋试一手 想要为白露辩解 结果网友 反问了一句白露不觉得你娘吗 眼看公司也控制不住舆论了 白露这才消失几天后突然发文道歉 不得不说 这道歉来得太迟 也太没有诚意了 网友当然不会买账 不过出奇的是 白露的评论区 竟然全是没有人是完美的 知错能改善莫大烟诸如此类的话 对于这些评论的真实性 相信大家懂得都懂 长月静明播出前 打着超越杨子的香蜜辰沉浸 和任佳伦的周生如故的噱头 欺骗了许多观众 但该剧播出后 男女主接连被吐槽翻车 红利还没吃到又被举报了 真的是玩火上身 当初 该剧刚播时 还有许多网友认为 白露能够通过这部剧咖位飞升 结果却被一众配角吊打 现在又因为艳女言论翻车 大火肯定是没有指望了 或许还会面临凉凉 不得不说现在的影视剧 尤其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仙侠剧等 这类题材的剧越来越多 可真正的精品却少之又少 许多网友说 长月静明是在抄袭仙剑三 可现在看来 他是连后者的皮毛都没学到 与其说将心思全放在电视剧的噱头和营销上 还不如多在剧情和后期上多下功夫 像穿帮 窝蜂这样的现象也敢放出来 不仅带坏青少年更是欺骗了观众 白鹿作为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自然都会被关注 尤其是他的粉丝群体都是青少年 如果不仅言慎行 很有可能会带骗他们 希望他是真的诚心道歉 能够言于律己 做到规范言行的约定